儿子结婚前夕 新房为何闯进一伙人 而且跟女孩子讲的都是一些下流 族族辈辈居住的老屋 何时竟被转卖他人 这啥地方了 精神都崩溃 光天化日下巧取豪夺 为何派出所也无能为力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有人盯上了你的房子 本来是要做新房的吧 所有的东西 柜子 这里面东西全部空掉了 所有家里面之前的东西 全部在里面 当时都锁了好好的 全部撬着拿那个剪刀 包括手表 手表经营手势 预器 拿这个牌子在这里 全部没有了 都给它 不 别开来的 里面东西全部给你拿 好东西全部拿光 小孩穿的那个羊毛衫好的 一千多块的 包括我的好东西 全部都没了 两个人嫁着我嫁出去的 还有一次是用门夹 不出去用门夹 四巾夹 腿什么都很轻 很凶 全是温身的人 连骂带推 推出什么东西都没了 我觉得他们搞得确实 确实很惨 真的很惨 老高一家是上海人 住在上海市浦陀区 2016年10月的一天 老高家里突然来了一伙人 把他们一家人 生生地从家里给撵了出去 这衣服被褥 一样都不许拿 存款啊 古董啊 贵重物品一样也不许动 这是让他们净身出户啊 不出去 好 我马上来几个人 把你给扔出去 就连老高家里养的 那两只小狗 也一起被扔了出去 这是打劫的吗 2016年2月 为了给儿子买婚房 老高急需一点钱 他从街上捡回了一张小广告 拨打了上面的电话 新闻他就把我介绍给他们上面的 就是他说是老板 叫吴 吴某开了一家贷款公司 老高提出借款45万元 吴某爽快地答应了 双方约定借款期限两个月 第二天签订贷款合同 利息是一万一 我说一万一也可以的 第二天老高来到公司 吴某要求老高写一张借条 但借款金额不是老高要借的45万元 而是90万元 我说我借45万为什么要写90万 老高你不要害怕 韩规 我们借钱都是这样 我借给你钱是不是有风险 万一你不还呢 如果你不还 我通过法院 法院判起来 你就是90万 我们韩规都是这样 借45就是90 借100就是200万 翻倍 见老高犹豫不决 吴某又安慰他说 我们是针对不守信用的 如果你按时还钱 这个我不会来整理的 我听听当时听的也有道理 老高在这张90万元的借条上签了字 随后 吴某又拿出一叠文件 要他签字 我说你就是要办什么手续 你给我看一看 他说你不要看的 他说现在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以后办 反正你就签字就是 你看你也来不及 老高想看清文件内容 但吴某一直不停地催促 老高只得匆匆忙忙地签了字 看完又看不清楚 别人把这个字我就签了 就等于是稀里糊涂签了 签了什么我都不知道 签完各种文件 老高被带到上海市某公正处 做了两个他自己也不知道 是什么的公正 按道理讲 你要跟我讲一下的 他什么东西也没讲 什么东西也没讲 结果以后就控制好了 稀里糊涂地签了一堆名字后 老高有些忐忑 这毕竟是他生平第一次 向贷款公司借钱 我说你真正要省我 也没意思 我毕竟是一个平均百姓 对吧 他说不会的 老高你放心 我一看你这个人 就是很爽气的人 一番忙活后 吴某告诉老高可以拿钱了 他找人带老高去了附近的一家银行 他要走了老高的银行卡卡号 在银行 吴某公司的人又进行了一番操作 他们先是向老高的银行卡转账 但金额不是45万元 而是90万元 紧接着 他们又让老高从自己的这张银行卡里 取出50万元的现金 给我的那个五搭 一搭是10万 五搭是50万 我一开始认为这个钱是我借的 吴某公司的人让老高 把50万元现金装进一个大包 还特地叮嘱他 一定要把包挂在脖子上 独自一人从银行大门走出去 按照公司的指示 老高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 上了吴某的车 把挂在脖子上的50万元现金 交给了吴某 手中的50万元取款凭证 也被收走 他说你记住了 每次拿钱 这个单子你必须要交给我 这些刻意的安排 让老高感到不安 他提出不想借钱了 没想到对方突然变脸 老头子你听说 今天你借得借 你不借得借 我当时有点害怕 讲这心里话 是有点害怕 生平头一次借贷 老高就跟是做梦一样 他先是被哄着 签了一张90万元的欠条 又签了一大堆 自己也说不清楚的门件 还去了公证处 做了几个 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公证 付钱的时候呢 吴某等人啊 先往老高的卡里 打了90万元 然后让他自己取出了 50万元现金 还给了吴某 那老高卡里呢 还剩下40万元钱 吴某说 这就是借给老高的钱 可是老高要借的是45万元 这还差5万元 该怎么办呢 吴某说 你别着急 我先到你家里去看看 我说你到我家去干什么 他说到你家还要看房子 借钱还要看房子 老高满心疑惑地 领吴某回了家 他说老高你家境蛮好的 但作为我来讲 我没有往坏的地方去行 没往坏的地方 看完房子 吴某给老高付了尾款 本来说好是5万元 老高却只拿到了 1万9千元 1万1利息 1万块钱是两个公证 2万亿 加上就是这个 他这个就是介绍费 3万亿 后来他又给了我1万9 就这样 老高借款45万元 实际到手41万9千元 一个月后 老高如约向吴某 支付了一个月的贷款利息 可收钱后 吴某却向老高提出 让他重写一张借条 金额还是90万元 他说公司有规定点 我说根本就是 你家只会让行事一下 让被案人放心 只要被案人在那个 还款期间前 准时按照他实际借款的钱 归还就可以了 重写借条后 吴某要求老高 再重复一次借钱的流程 老高又被带到银行 吴某向他的银行卡 转账90万元 由于这次没有借款 老高取出了 打在银行卡里的 90万元现金 挂在脖子上 走出了银行大门 前面拿了50万已经够中了 再加个四大 我这个税数 天热走到我头上都是 放学好以后呢 就是把单子交给了 两个月后到了还款的日子 老高准备连本带利 把钱还给吴某 可他万万没想到 吴某竟然不要 吴某告诉老高 他先不用还钱 只需要每个月 重写一遍90万元的借条 再去银行转账 取现金就行 接下来的四个月 老高一直在重复这个过程 每次就是这个90万 当中不是有个单据吗 我不是签字的吗 90万全部交给他 往往会重复 可能到了下一个月 再这么走一遍 重复写这条 重复这个银行流水 这事让老高心里很不踏实 他想拒绝 可每次对方都是连哄待下 老高一直没有还清吴某的钱 就是每个月的利息 我都给他 当时我没跟小孩讲 因为那我心想 这个事情不会搞得很大 我没想到他整我 真的做梦都没想到 2016年10月4号 老高一家人正准备吃晚饭 门外突然来了一群人 一下子上来一帮人 一帮人全部是温身的 讲到底他一开始一上来给我下一头 他说新光的哪一家 三里我说是我 滚 当时我就糊涂了 来人二话不说 直接动手砸门换锁 来人二话 好 你不出来我到你家把你强奸 这伙人是谁 凭什么在自己家里横冲直撞呢 你不是这个家里的 那小子坐这个地方 他说你好滚了 我说你把产生给我看见 我产生一看傻眼 是他的名字 老高的房子位于上海市的一处老小区 房屋产权正一直是老高的名字 却怎么成了别人的 这时老高想起 他的房屋产权证 一直抵押在吴某公司 这件事会不会和吴某有关呢 房产证都给他了 身份证还有结婚证全部给他了 我说我搞不懂 我借了这么点钱 你把我房子给搞没了 老高曾向吴某索要过自己的房产证 但吴某说 老高的所有证件被公司大老板带去了外地 没法还给老高 我脑子也比较简单 没往这方面去想 我先想看看就看看吧 老高我要你这个房产证 买房子要你签证 你不签证这个房子怎么卖呢 我听听也有道理 所以真正全部在他那里 没想到团团几个月的时间房子竟成了别人的 而更让老高吃惊的是 对方说老高还欠了他们540万元钱 他说告诉你500多万 540万 你要保房子可以 你拿500万 还叫我拿500万 就傻掉了 精神都崩溃啊 晚饭还没吃呢 这一转眼的功夫啊 房子就没了 这财产呢 被人霸占了 还欠下了540万元的巨款 假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哭成了一片 老高则是气得浑身发抖啊 明明自己只是借了45万元 怎么变成540万元了呢 就算所有的证件都在吴谋手里 可是自己根本就没有签字 那房子是怎么被过户的呢 警察来了把我们带了派手 带了派手呢 我是傻眼的 然后那个警察他就跟我讲 他说你好搬走了 在派出所对方出示了 有自己名字的房屋产权证 还拿出了六张 由老高亲笔签名的借条 每张90万元 一共540万元 然后那个警察就过来了 冲我儿子 跟我儿子讲 你这么相信你爸 你爸到底拿你多少钱 被害人借款的借条 银行的流水也是利于犯罪嫌疑人 他们一方的 对被害人都是不利的 对方证据确凿 老高却什么也没有 他白口莫辩 接受不了 讲去心里话 我当时死的心都有 讲不清楚了 没有办法来证明他现金返还 这么一个过程 直到这时老高才知道 自己的房产被过户 是因为吴某曾经带着自己 做了一个房产全权委托公证 那么其实就是房产 全权委托这个公证做好了之后 等于是把自己所有的 这个房产的那个处置权 全部就是交给了被委托的 这个公证被委托的那个委托人 他可以全权处理那个房产了 有了老高的房产全权委托公证 吴某合法地将老高的房产 过户给他人 过户都是过户到了这些犯罪嫌疑人 另外开设了公司的名下 然后这些办理的手续 也是都是合法的 因为手续合法 派出所无法立案 老高全家被从家中赶走 寄居在最便宜的旅馆里 债主天天上门追债 老高成了远近闻名的诈骗犯 亲戚干什么都认为 我是骗人家500万 家里的亲戚 基本上叫他们一口 全部搞断了 2017年上海市公安部门 开始严厉打击套路带犯罪 老高这才明白 自己是掉进了吴某等人的套路带陷阱 和他有相同遭遇的被害人 有几十个 通过众多的群众报警 警方串并案件进行侦查 将吴某等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 主观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你的房产 如果你没房产 他也不会把这个钱借给你 时隔一年老高终于拿回了自己的房子 但家中的贵重物品已被洗劫一空 究竟是我一生当中 是很深刻的 确实很深刻 所谓的套路带 就是以贷款为用而 通过让被害人签下虚高借条 最终侵占被害人房产的犯罪行为 老高上套就是从自愿写下翻倍借条开始的 老高缺乏法律意识 可是犯罪嫌疑人却是处处依法办事 当然这个依法办事是打双引号的 留下证据 比如说用银行卡转账给老高 留下了转账记录 证明确实借过钱给老高 让老高把装有现金的包挂在脖子上 走出银行大门 是为了让摄像头拍到老高取款的过程 证明他确实取过现金 老高每次还钱都是在车里 因为那里没有摄像头 不会留下还钱的证据 这每一步都是精心设计好的套路 就是为了合法地侵占别人的财产 这个套咱可千万不能钻 这个节目也给像老高这样的人 敲响了警钟 要加强法律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 特别稀里糊涂的 就把自己的财产给弄丢了 我是徐聚 明天见 就走了 15年后 他心生愧疚地出现了 这些年我这心里就受老大责磨了 有时说这些叫呼就做起来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一念之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